大家好,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 我是李國慶 香港樓市混亂,大型地產商固然受惠 而部分銷售表現理想的中小型地產商 增長潛力都不容忽視 九龍建業、紅磡新盤、環海東岸正在業賣 累計已經賣出九成七的單位 預計有關收益會在今年上半年入帳 而西營盤和李源門的兩個項目 會在今年員工、合共、總流面達到四萬平方米 部分預售的收益可望在上半年入帳 管理層透露出售李源門首批項目 已套現近十億 又估計首輪加價空間有百分之三至五 旗下將軍澳大型住宅項目 總流面接近五萬平方米 估計最快2021年底便會完工 九龍牛池灣的商住項目 總流面近二十萬平方米 正在協商補地價 九龍建業在市區有不少投資物業 包括始創中心、半島中心、旺角中心和信和中心 整體出租率達到九成九的高水平 內地方面 集團未來幾年有多個項目相繼落成 當中瀋陽和惠州市的商住項目 預計在今年便會完工 合共總流面超過二百五十萬平方米 而中山、珠海亦陸續有住宅和商用物業落成 總之九龍建業在中港兩地有多個新盤即將出售 受惠於樓市回暖 對未來的收入和盈利增長前景都會非常有利